我們上了生學的年早餐都吃完了 好 那個時間上有點小小的 我們現在已經是20分了 開始 對對對 開始 我再講一遍 這個學習開始 我們是要講一下 希望大家能夠記得 回去要先運行 你要知道說 我們要上到什麼進度 要運行什麼呢 你的學習大概呢 應該都上面 每一個單元最上面都告訴你說 這是哪一個課本的第幾節 都上面告訴你說哪一個課本的第幾節 譬如我們現在準備上的 這個學習第一堂課應該要上的是第三下的課本 三下課本的第一章 但是我現在要做複習 所以這是三下的複習 然後三下課本的第一章 所以你可以預期三下課本的第一章 也就是你這一次回去之後 下禮拜你上課 我們現在上課是禮拜七嘛 禮拜七上課之前 你要把第三 三下的課本的第一章 是要預期一下 欸小燕 你剛剛寫的記錄了 蛤 今天是把他寫的記錄 對對對 昨天就要寫了 然後 昨天就要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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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懂 你趕快去做發問 這就認真一點 學習 學習態度 接下來是 如果你在問的時候 你問題太離題了 已經太偏差 也就是說 也許你中間有漏掉很多東西 基礎沒有學好 我會建議你回去看一下 我的錄影帶 我盡可能每次上課都有錄影帶 那錄了兩三年之後呢 基本上每個單元都有 有適當的錄影帶可以看 像上次每次訓練端 找上禮拜的錄影帶 上禮拜的錄影帶 找不到人可以找 去年的那個時候的錄影帶 都會有 所以你就去看一下 那我接下來安排 我們三次的課 基本上我會兩次上課 有一次呢 就是做個別進度的指導 你趕快把你自己 整個國中自然課的部分 有漏的部分 這樣那個時間 你可以帶電腦看錄影帶 類似做會指導時間 類似做會指導時間 但是我是focus在 這個進度的做會指導 哦 好 那是如果你超前 你就繼續往前超前 如果你 我沒有今天上到 第一張上完了 你覺得我第一張很艱難 公文快就上了 我根本就 學生這麼囉嗦的時候 我不需要聽 可以你就往下看錄影帶 那一節後你就去看第二張錄影帶 看第三張錄影帶 把學生做完了 跟我討論過沒問題 你就結束了 你說那我結束幹嘛 對 你就可以做那一個 自己在另外寫個學習計畫 說那哪個你要做的學習計畫 就可以做別的事情 OK 知道意思嗎 這有自學能力嗎 你有自己學習的能力嗎 要去展開那一段 那 如果說 嗯 那我期待的事情 是我那天昨天早上在講的價值 其實我後來發現一個事情是 以前我總是覺得 以前我讀書我很有效果 可是因為他讀書感覺效果起不來 結果還感覺到有差異性 知識上更共苦的概念 所以共苦的概念說 你一個人讀書很痛苦 為什麼 有人說你這個不懂 對啊 沒有人可以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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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然後就不知道怎麼辦 就卡住了 自然科跟宿學科通常是這樣 就是你一個卡關喔 後面就卡關了 你那個關沒有突破 那個空音很難讀 對不像中文或是歷史地理說 反正這個章題我看不太懂 稍微跳過去我可以往下看 可是 數學跟自然科很難 所以通常那卡關 你要趕快去觸碰到卡關 慢 假設你這時候三個一起讀書 四個一起讀書 你就可以問一下同學說 欸 學你你看這一題 這個是 這個目前的關鍵是什麼意思 你覺得我會知道我要 學你如果知道了 哇靠 對不對 對不對 那不是學你就覺得 自己很屌 對不對 他媽媽就覺得自己很屌 我覺得我可以幫上 我可以幫上子虹欸 對不對 那子虹被幫助卡關就解決了 學你突然覺得自己 這個功力增加100分 對不對 幫他功力增加 啊為什麼 價值感就出現了 你知道價值感就出現 所以一起讀書 像上次那個 官員在Facebook上播 我們一起來讀書 不要真好看你 有欸 如果說你們先可以說 所以我剛剛講說 三堂課的其中有一個堂課 我就是概念 希望說你們在一起 我有能力 我可以去幫助其他同學 理解一些新的 舊的單元 他不會了 那不會的東西 最好的方法 就去問同學 幫同學建立價值感 譬如說 照中可能在算運動學 不會了 你去問一下學臉 學臉會了 學臉高算你 所以說 解決掉這個問題之後呢 你很壞 就得到一個當作 學臉就得到一個價值感 那學臉就可以 就接力想 原來我這麼厲害 好 我好認真的 可以更厲害 對不對 慢慢的就可以 大家把那種 學習的動力也帶起來 所以像是 我們以前在 記得那時候 高中 要訪他學的時候 我們基本上都會 留下來讀書 那禮拜六禮拜天 又回到學校讀書 所以當然 大概班上讀書 有十幾個同學 都會在那邊讀書 所以有問題的時候 就會 同學你幫我看一下 怎麼回事 不知道 然後解決之後 我就很開心了 就可以去幫他讀書 然後你就方便 處理那個問題的部分 那個同學他覺得神流感 他覺得有嚇死感 他就會很開心 不會 那不會比較浪費 像你 你要知道嗎 你的觀念 複習第二次的時候 你會增加很多的印象 那印象會加深 所以你練習得更快 學得更好 所以這是一個 不是只有win-win 這是win-win w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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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 多贏啦 很多人都贏啦 好不好 所以真的 有機會 我希望說 在這邊要不要講 共同的習慣 大家同學一起讀書的習慣 好不好 只有正學期 三盤課其中一盤課 想做這個事情 希望大家呢 可以回去再思考一下 你把之前的學習單拿來看一看 為什麼這邊都畫XX 修位都畫溫號 到底什麼意思 再去研究一下 沒有懂 去看錄影蛋 沒有懂就問同學 把那部分解決了 學習單給你 那就是你國中的必修 我再講一遍 很容易問我說 我高中可不可以上自然科學 高中可以不用上 如果你高中可以不用上 但是前提是 你要把國中的進度上完 懂我意思嗎 你要把國中的進度上完 高中可以不用上自然科 因為有些人不想上自然科 他想上社會科 他專攻又想做中文系的部分 他不一定要上自然科 可是國中的自然是必修 在我的認知裡面 國中自然是一個常識 一個common sense 我曾經是一個朋友他說 雖然說朋友是朋友的小孩 但是雖然他的小孩後來也算朋友 他後來是獨大的物理性 他一直跟我講說 修宇 他叫我修宇 修宇我覺得這個 學的物理真的很好 學的物理都不會被騙 他怎麼被騙 他說你看廣東上很多人說 你看這部車非常厲害 我發明的 他只要加水就可以跑 加一公升的水可以跑200公里 然後就很多人相信了 屁小啦 有啊有啊 他以前是賣錢的 有啊 他這個美國的 神機是要不要用油 哇很小招 沒在用手 要啊 你要不要燃燒 但是很多人相信他家族就會跑 他物理都學過 他相信奇蹟 相信神蹟 你懂我意思 很多神蹟是來自於什麼 來自於科學教練的 小的那個叫做秘訣 或者是一些基本的科學的一些 Trick Trick 所以說 你如果懂了一些物理常識的話 你就不會被騙了 好 好 簡單注意一下 什麼叫輕電啊 來 靜電是什麼 我只有帶電 為什麼不會帶電 因為原子核 它 它脂子的數量跟外面電子的數量不一樣 所以它要帶電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熱啊 因為它那個 它的數量就脫離了 所以只有熱的關係 我現在很熱 好 我現在很熱 我的電子會跑掉嗎 會啊 會啊 會跑掉嗎 不會啊 應該會在裡面亂出 正常來講不會跑掉 它只會說 我很熱 我的電子離我的原子核 要遠一點 我很熱 再遠一點 可是我的原子核還是吸引著它 我的正面吸引著這個負電 所以它不會跑掉 可是為什麼要跑掉 可能我跟冠冠冠撞了一下 痛 那你接觸那一剎那 他把我奪走兩個電子 不是你奪走他要信用嗎 他奪走我兩個電子之後 他帶什麼電子 我帶什麼電 我帶什麼電 我帶電子 等一下他奪走你兩個電子 對 他不是應該帶什麼電子 電子帶不電嗎 OK 不知道的話就看書 書上都會寫 好不好 看了就是 好所以摩擦起電就是概念 我摩擦摩擦 兩個物體 不同物體 記得喔 不同物體喔 相同物體摩擦會帶電 不會 為什麼 這圍圖人家的肌肉都不壞了 圍圖人家的肌肉都不壞了 圍圖人家的肌肉都不壞了 因為他們的肌肉飯裡面都是電啊 相同物體的 這都是電子的肌肉 摩擦摩擦 來 那變了 這是光滑 相同東西會交換 OK 然後為什麼會不帶電 為什麼不能摩擦 相同東西摩擦摩擦 比如拿琥珀跟琥珀 有沒有帶電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 你剛才說 他們對那些電子的需求都有多於用 他們需求差不多 所以有時候呢 也許這個電子會多頭一顆過去 可是中間他可能 這邊就多一個電 他可能一個電子跑過來 因為他們對電子的需求 是大致上相同 所以彼此有可能交換 但是那你分開的時候 兩邊的電子數是差不多一樣多的 差不多一樣多的 所以他不會有什麼太大物體 好 那 好 現在這東西 這是一個倒底 什麼叫倒底 電子可 是由在固體內存在 OK 可以看到嗎 這個裡面的電子 可以跑來跑去的 就是做倒底 我現在這裡面 加了一個電子 那電子怎麼放 跑到物體中放有去 跑到最外圍 不會在中間 為什麼 那會不會要相似 會不會要相似對不對 因為 因為複墊複墊如果在中間的話 他們兩個刺力很大 同性相似嘛 所以攤開 所以如果只有兩個的話 為了這兩點 這兩點還是在哪裡 裡面這兩個複墊 會有相似吧 因為這樣會有 一個在這邊 一個在這邊 對不對 那如果三個呢 如果三個 那就算算看了 那就算算看 大字當然在哪裡 分片在哪裡 這是一個圓 一個長關型不好分片 如果是圓呢 就是一百 劃一次三角形 一個一百二十度的位置 對不對 那電子就跑了 像是最遠的地方 因為它的視力 會把它推開 推到不能再推到這樣子 唉唷 所以 可以想像是 一個導體 最多的時候 帶電最多的時候都在周圍 中間是不近乎帶電 好 那我問一個問題 你們有沒有聽過尖端放電 聽過沒有 呃 我只知道尖端可以去 你承不然已經過耶 為什麼 碧雷針要做尖端的 一根針 因為它是讓它們帶電 它讓它們帶針電 然後閃電的部分打下來 然後就 你一直帶針電嗎 它只是比較高 其實碧雷針是原來 原則來講 它原來不帶電 它是比較高 它是被感應起電 什麼叫感應起電呢 它一朵雲 帶負電 飄過來的時候 就會發生什麼事 我把它打入圓圓圓 什麼 它電子就會跑到這 電子會 電子會 電子不會跑下去 會朝向負電跟方向 電子不會朝 正電會朝向那個方向 負電發生什麼事 負電會往朝 負電被改走 負電被趕走了 對 負電被趕走了 所以這個地方在什麼電 在正電 我們這個 電力往上靠 對 當這個電在靠低一點的時候 就突然發現 打雷了 然後這雷是從上往下打 那不是逼人家打雷 什麼 那不是逼人家用雷打這幾個 沒有錯 這逼人家打雷 但是這樣打雷的好處是什麼 他就把它洗掉 我先讓你釋放一點能量 就跟地震我們都覺得說 假設我一直每天都有三級的地震 你覺得好不好 不錯 為什麼不錯 四級 三級還沒有四級 三級 可是每天如果都有三級 沒錯 原理你突然發現說 其實我平常不常地震 結果突然感覺上 有兩年都沒有地震 Oh God 你覺得這樣好不好 Oh God 你有點怕怕的 不好為什麼 累積 累積嘛 累積到結果是最後怎麼樣 就一直給你 一次給你 一次給你七級 對不對 二頭二一 一次給你六級 就0206 對不對 所以我們如果讓他們也可以咬的話 這樣的話就不會 對 對 一樣怎麼讓他每天可以咬 每天要咬 我不知道他跟每家都很難 那畢人跟倒插進去就可以 我們很希望趙東當哲學家 每天都有辦法 這個八蛋 摼八蛋 在九九 幹什麼 10 Messi 好 來 來 住手 我要開 記得我們再玩 passing 摩擇tixt 那是維持旗艦機 跳在那門都要幫忙 他有接電的地方 我現在解釋尖端放電 他有接電的地方 接電的地方容易有電打過去或打過來 為什麼接電的地方容易有幫助 我們也想一下 你看看 這是一個導電體 如果他帶電的話 電會吞附在周圍對不對 對 那現在就是三角形 現在電筒有分布 你要在周圍 你要在周圍對不對 你有沒有感觉這個地方 這個電子 密度很高 被推得很用力 對不對 你看看 這個電子往這邊推 這電子往這邊推 他說我們就被趕出去了 對不對 講到這邊就想到一個笑話 趙宗你這麼有敢下去救那個女生 為什麼 我擺在那看了 不知道誰在後面最後一把就下去了 有個女生就要回那邊去嘛 結果趙宗把救起來 大家記得就跑跟他說 趙宗你這麼有感 誰那麼冷才敢下去救他 沒有我本來就是看了而已啊 就被推下去了 對 電腦就在那邊 他本來是想留在那邊啊 結果後面的電子 你看這麼大的腳都推他 對 他就被推下去了 對 這是說尖端放電 所以這電容易被推進去 你看 相對來講 這個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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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這邊 他推他是往這邊推 這電子跟他往這邊推 他出的去出不去 出不去 可是熊你 他這樣後不是反而不容易 把就是感應放電嗎 因為感應放電就要先把自己的電子往下推 直流上面的正電 嗯 那這樣經過的時候 他會不會 下面比較強壯 所以他 推開下去 蛤 好 你剛剛不是講一個一個電子 然後經過 然後再附電子往下推 那簡單來講 假設 呃 同樣的來講 假設以剛剛的例子 我這都帶正電對不對 對 每個人的應該是正負電才有自己的 對 我現在負電已經被趕走 可是他就是被趕走有困難嗎 我也有困難 就是按照你這個 我其實會有 因為底下 口還 什麼意思 就是底下 上面還出啊 等一下 我這邊是帶負電喔 我現在有個東西帶負電在上面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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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負電是不是所有會影響到整根棍子裡面所有的負電 怎麼往下推 因為靠近我的地方被推的越多嘛 比較靠近比較遠離我的被推的比較少 嗯 因為這邊越帶正電嘛 是不是這樣的意思 哦 對吧 依照這個方式來看喔 你看我這邊 這麼小的角落 這個正電往這邊拉這個電子 這個正電往這邊拉這個電子 這電子真的能不能掉下來 嗯 可是如果這邊是個原板 我這邊都帶正電子 我這個也拉他 這個也拉他 我這角度是不是很開的角度 這個電子不能掉下來 嗯 力量被噴上 力量被噴上 這個是尖的啊 尖的是不是力量比較集中 對啊 它容易被拉力 所以相對來講 你這個來吸他的電子 跟這個來吸他的電子 誰不要用吸到電子 尖的也容易吸到電子 嗯 所以這叫做尖的方便 尖的它本身就會有一個 容易讓電子移動的可能性 所以就是尖的方便一部分 好 所以講到電子 所以我們就知道電子 電子之後有人就發現啊 電子的帶電 所以可以讓它帶電子 正電帶負電 然後線一尖 電就會流動耶 對不對 只是在那個時候 我們不知道電怎麼流動 所以假設 正電流過去 那我們當然知道 現在正電流流動 是誰在流 是電子在流 就是負電在流 但是沒有關係 因為這不影響所有的理論 所以我們就正電流過去了 正電流過去了 所以這叫電流 記不記得電流 電流怎麼定義 對 這是現實是這樣 但電流怎麼定義 什麼叫做電流 就是在移動中的電 再講一遍 移動中的電 這是你用拆的嗎 在移動中的電 是叫電流 那電流 怎麼定義 假設電流的單位叫做安培 電流的單位是安培 請問一安培什麼意思 就是 你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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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久先流過去 一秒鐘 對不對 就是說 一安培的意思呢 一秒鐘流過一庫輪的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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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叫做 一安培 那什麼叫做一庫輪的電 一庫輪的電 它就是一個量 我們現在就是一個量 庫輪吧 庫輪定義 是不是庫輪 不是庫輪 它是為了記念庫輪 後來可以在研究出來 就是找出一個量 定義它就是一庫輪 這個量有多少 我們現在 不用去太摘它 它就是一個量 這個量已經幾庫了 好 接下來 為什麼要多量 為什麼 為什麼 我不要多量 為什麼一定是 為什麼它一定是這麼多量 為什麼我 我也可以說不要 我要多一百個啊 那多一百個 為什麼要多一百個啊 為什麼要多一百個啊 為什麼多十倍啊 為什麼 為什麼它一定是一樣適合數值 好 那這東西就限到力跟能量的問題 能量的問題 好 那為什麼 六三十二十三 這方是相同的 它當然定字都出來 它一定有它 簡單來說 它有解釋跟我 簡單來說你可以這樣想一下 我這邊有個板子 這邊有個板子 這邊有個距離 我讓這邊帶電 這邊帶電 一個帶陣子 我讓他一直帶 帶到他們之間的吸引力 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我就說 這是一庫能鐵 對不對 因為 第一個 這樣 第一個人 這跟電磁鐵什麼關係啊 我們現在講的是 信電力 不距離 那不是電磁鐵啊 同學 這不是電磁鐵 我們現在講的是電 不是電磁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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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電跟正電會相 是啊 哈哈哈哈 跟阿武一樣 Oh my god 正電跟正電會相 是 是 我們 有時候我們在動電的時候 走一走走一走 走一走走一走 從來竖起來 為什麼竖起來 不會吧 那邊竖起來 都發什麼 竖起來竖起來 有 曾經 這個講起來 我上次講過這個歷史 講過這個故事 有一次陳佑在 小時候在溜滑梯的時候 他光從這邊 溜滑梯的這邊 流下去之後 走走走走到後面 爬樓梯爬上去 坐下來 頭髮就住起來了 為什麼 因為他頭髮很壯 因為他頭髮在吹 風在吹 然後那個塑膠 溜滑梯整個帶的是靜電 他爬的過程 風也從他身上吹過去 風跟他的頭髮有摩擦 椅子上也帶靜電 所以讓他身體充滿了電 所以頭髮就住起來 為什麼頭髮就住起來 因為他往前端跑 對 第一個是往前端跑 第二個是都在鎮電的時候 鎮電鎮電鎮電就會想刺 可能他感覺好笑 為什麼帶靜電要帶鎮電 不管啦 隨便想 就像帶負電 全部都帶負電 負電跟負電會相刺 所以頭髮就不會黏住了 因為我頭皮 上面的頭髮也帶負電 我頭髮也帶負電 所以頭髮就翹起來 因為他要維持距離最遠的方式 所以整個頭髮也束起來 所以整個頭髮也束起來 不經常是 那不太一樣 所以那是 那是頭髮也束起來 會因為帶電 所以帶電之後會相刺 或相刺 這樣子可以接受嗎 同學 所以這個平板跟這個平板 假設一個帶進去 一個帶鎮電 它是不是會相刺 相刺我可以測出它相刺的力量 可以吧 假設我給它一個定的距離 我給它帶電 然後測它的力量 是到某一定的量之後呢 它的力量會到我要的那個強度 這時候去定義它叫一庫輪 可以知道嗎 所以庫輪這樣定義 OK 好了 我們到一庫輪之後呢 這個一庫輪 一庫輪的電 我們就定義另外一個東西 因為你知道嗎 有地 可以拿去做工對不對 對 力跟工的關係是甚麼 或力跟能量的關係是甚麼 力 力跟工的關係是甚麼 工 距離 距離怎麼樣 你講的是工事 但是如果說力跟工 力跟能量是甚麼樣的關係 力跟能量是甚麼樣的關係 力在過程施力 力在過程施力 力是能量傳遞的那種方式 沒錯 力是能量傳遞的方式 好 我這邊有能量 這邊有能量 我怎麼把能量傳到這個能量 我這個東西要被它施力 它就會把能量傳過去了 可是能量會消失喔 能量會消失嗎 這是哪一邊的道理 你是活在的這個宇宙嗎 對啊 我們這個宇宙相信能量不滅 是喔 你確定啊 當然可以你 可是你不會一直飛出去啊 你的能量都跑在去 只是被解體裡面的摩擦力 損耗的能量啊 喔 喔 喔 好不好 對 那就能量的轉移 好 人家推動我的過程當中 我不一直跑 因為我的能量會轉到地板 因為地板通常有摩擦力 這摩擦力會轉換成甚麼能量 轉換成熱能 因為轉換成熱能 阻力會轉換成熱能 所以你貼心能的時候會想 一直摩擦 一直摩擦 手摔 手摔 因為摩擦的人會覺得熱能 會覺得舒服 好 所以就力的世界 力的世界 力跟能量的關係是力 力是能量轉換的一種能界 就電的世界 能量跟電量是甚麼關係 能量跟電量有甚麼關係 電量就是一種能量 電量是能量的一種表達方式 不是 一種成績方式 像 能量 不是 電量就像質量一樣 喔就是電量多 這個地方 這個手機有質量 請問他們能量 有有 有甚麼能量 電量 哪有甚麼能量 電量 電量跟能量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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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量是甚麼 能量的一種 電量不是能量的一種 電量是甚麼 電量是電量的數量 電荷的數量 我帶鎮電的多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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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叫電量 電量是一種能量 是嗎 不是 它是一種質量 它不是質量 它是一種電荷量的多寡 甚麼叫電荷量 帶電的多 帶電的少 那不是一種 一種可以被測量的東西 它是可以被測量的 它不接著是能量 你身高的是一種 能量嗎 不是 你的體重是一種能量嗎 不是 對 這是不一樣的東西 那是不一樣的東西 懂意思嗎 電量跟能量不是一個等號 電量不是能量 懂嗎 質量是不是能量 不是 但是它受了一個力 或是它有一個速度 當它有速度的時候 我們說它有能量 有 有甚麼能量 有 重力加速度 它在這個高度我也能 但它有速度的時候有動能 對不對 所以當它有質量的時候 我們不能說它有質量 就一定有能量 不是這樣 同樣的 一個東西 它帶著電 它有電量 有電量一定有能量嗎 電子在走的時候就有能量 對 電子在走的時候就有能量 所以如果我們說 當 假設這個點到那個點 這中間有個電壓差 因為電響流過去嘛 會電壓差 這邊如果 它的電壓差是一伏特 如果電 一庫路的電從那邊移動到這邊之後 我們會說 這個電場 對它做了一焦額的能量 對 這樣子 有可以理解嗎 不能理解 好 我們想一下 這個東西是一公斤 我如果用一牛頓的力量推它 我推了一公尺 我耗了多少能量 甚麼東西 再一次 一牛頓 一焦額啦 能量的單位是一焦額 牛頓是利亞 這個物體 假設不管它幾公斤 它十公斤 我推它 用一公斤的力量推它 我推了一公尺 我消耗多少能量 十焦額 十焦額 所以你知道嗎 這個能量 在這個地方 為什麼十焦額 等一下為什麼十焦額 一公斤 牛一公斤 能量跟公斤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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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量只有跟力跟距離有關係 所以怎麼會有 一腳二 一腳二 不對吧 10公斤不一公尺 一牛頓的力推一公尺 對吧 你剛剛說沒有一公斤的力 沒有啊 加點加點 加甚麼點 加誰的點 新學習新希望的 麻線 然後全部推 你能看到嗎 然後我們那邊 啊 不然我們家裡 就麻線 就麻雜了 等一下 別出去了 再一點就麻雜了 為什麼兩個 你說兩個紅 喔不是啦 這是小 這邊是小點 這邊是大點啊 是浪板 對 輪雞 什麼 他怎麼可能照相當那麼多點 所以你看他不一樣 兩點啊 好,这边是个圆,不好意思 1点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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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居然是说1点半,太多点了 很伤心 所以,能量跟力量的关系有搞清楚了吗 我有个物体,收了一个力 这力做了几公尺 我就把力乘上距离,我就照它的能量 对不对 我推它,我耗掉能量 这物理被我推,它得到能量 我的能量,这个能量的转移 就从我身上转移它身上 为什么转移呢 是靠我推,用力推它 它才会转移 对不对 所以这样子清楚吗,我需要写下来吗 能量E等于 F5 B 对吧 能量是E,Energy F是Force D是Distance 对不对 Force的力量 或者是Force 我用力把分笔推出去 它就会往前背 对不对 我推了一段距离之后 然后呢,这个距离 这个是距离吗 我推了一段距离之后呢 表示我撕了一个能量给它 它就得了能量 能量刚刚转移就是什么 动的 动的 Distance 是距离 距离跟力量等于能量 它的乘起 它乘起来的结果等于能量 我撕一个这个分笔 一段距离,这段距离 它就得了一个能量 所以这能量转移就是分笔的动能 它就飞出去了 所以你撕多少并飞机车往后拉多少 就是这两个层才会等于动来 再搶一遍 不是,是它飞的多远 不是,再拉搶一遍 你刚刚不是说你手 因为D是这样的距离 对 然后F是交出去了 当然是啊 那是说 它说这样的距离 那不管我往后拉 不管我往前推 它指的是这段距离 那实际上重量不是往后拉的距离 重要是我往前推的距离 对啊,就是这样的距离 然后F就是你手出了多少 停 你刚刚说 这样的距离 其中这样的距离是哪边到哪边 这样的距离 重点不再往后推 就是如果真的往前推 我指到这边的话 不一定啊 我可能因为我手拘起来 我往后推到这边 但是我施力可以到这边啊 好,那我从这边到这边的距离 对 然后出了手的力量是这样子 然后 就会等于你 哦,可以输去啊 这边这样子 这样子 这样是什么力量 因为我们的力量 可能这样知道 这是什么力量不知道 但是你有给一个力 你知道吗 好,我假设这个是一个力 所以就是 好,请问多少力 假设 一牛盾 可以 好,这样子是一牛盾 然后 你的手 然后 对,这样一牛盾 就会等于 一角二 一角二 假设这是一公子吗 就是一角二 好 OK,好 所以力就是能量 蛤? 所以力就是能量 力就是能量 好 所以这是力跟能量的团团 但是我们到电的世界里面来的时候 会发现 我们能量下桥可以等于说 假设这边电场是一公 一幅度的电场的时候 什么叫电场 是不是 就是 不记得了 不记得了 好,我们再讲一讲 这地方有什么场 电场 错 空气场 手力场 力场 重力场 什么叫做场呢 什么叫做场 气场 气场 对,什么叫气场 就是 常的一路叫做Q 3 6 6 就是田地 对 场 场的意思就是说,这是一个驱使 我在这边放个质量 凤子快掉下来 不要这个场往哪边走 下 没错 这个是动力场 知道吗 假设这边有磁场 我把一个磁箱放到中间 吸过去了 然后说这边有磁场 假设这边有磁场 我放个正电荷在这边 就他往那边跑 正电荷有什么场 电场 有吗 我为什么放一个正电荷在空气洞 我可以放正电荷在空气洞吗 当然可以 这样就好了 如果用你可以吗 不行 不好意思 因为你是学生 认真算 其实我们都可以 但是你只是不知道做到了没有 因为很难量测 一个正电荷太小 量测很大 我做到了 好 好 其实 好算 所以 这边讲说这两个电板 中间有电场 为什么 假设我这边都带负电 不 这边都带负电 我这时候在里面放一个正电荷 他就往这边走 他就往这边走 我们说这是一个趋势 所以这边有电场 这边就有电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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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场 可以知道 这边电场的强度有多少 各位知道 对 可以测 对不对 这边电场 这边重力场有强度有多少 我们自动力场加速就更好 对 我们就看它长的力量有多少 同样电场也可以测 那我们测出来 它有个强度 有个力量 它驱使它移动的力量 我们就开始定位 定义它叫做电位 它就是电位 所以我们经过两侧 我想要让一库轮的电 从这边移动到这边之后 刚好得到一焦耳的时候 我们就定义这叫做一伏特 我等一下 我们就定义它叫做一伏特 你要用双向的一臂 没有双向的一臂 我们先定义一焦耳 我们先定义一焦耳 懂我意思吗 一焦耳怎么定义 很简单 我在这边 有个东西它带一库轮的电 一库轮可以被定义出来 对不对 可以 我是不是已经知道 你这一焦耳了 一焦耳是另一公尺 对不对 所以接下来你把这一焦耳的力量 用到这边 我开始推它 我要把牛顿的力量推它 推了一公尺之后 提 这个距离之间的电位差距是一伏特 知道吗 明白 让清楚没有 好 OK 所以我认识是 怎么办 对 怎么办到就是 我们要再去学习 但是我跟你讲 定义基本上就这样 所以库轮是前提 库轮是前提 库轮是量 库轮是一个定义 量知道了之后 三公尺 对 量先知道 一公尺怎么出来就知道 那既然知道他怎么做功能 公知道了 他就知道他的定义 所以 我们在讲电的时候 基本上 电能就是什么 库轮乘上 V 这个V是什么 伏特 伏特是电压 这样的问题 好 接下来 我们看到他在负行 接下来我们讲功率 记不记得功率 什么是功率 R的I分之V R R 分之 R 那是什么 R的I分之V R的I分之V 这是什么 我不知道 这是什么 公主定律 这是公主定律 公主时间 公主时间 非常好 功率呢 是 能量除以时间 我讲能量 跟讲功是一样的意思 对不对 是不是一样的意思 应该是一样的意思 这我们不能多下课 我深厚打几 肚子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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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就等於什麼 F乘上D 處理時間 對吧 好 那我們來看這個東西 時間分之距離是什麼 速度 是速度 所以這要等於什麼 F V B乘上速度 就是它共有 這樣知道意思嗎 聽不太懂 B乘上速度 跳到F B 跳太快 跳太快了 不是跳太快就有了嗎 如果說 D 處理時間 不是 他就說B F D F D不是寫在這裡 不是 我說的是那個 F B 不是 F D B 我就聽懂了 所以我在解釋你 對不起 我聽錯了 乖乖 F B B怎麼來的 這是運動學 我們上禮拜上學期 討論將近半個學期 再討論速度 所以速度怎麼算 F D F D 不是 我講錯了 F D 距離 你看這個距離 這是不是時間分之啊 F D F D就是這個問題 是不是 F D就是這個問題 F D F D就是速度 F D會是功率嗎 F D 簡單來講 F D 你看一部車 他現在在跑 有速度吧 他是不是這時候有 引擎在速度 有施力 你把這D承讓他現在的速度 更加功率 是這樣子 哦 OK 你現在跑步 希望你耗的功力有多少 很簡單 你看你對地板推的力有多少 在乘量一下速度 就是你現在的功率 你現在跑步的功率 我現在的功率是怎麼重要的嗎 那就是一種 看你要做在什麼時候 用在哪裡啊 那這個才同樣 同樣的我們回來看這邊 T等於 E 除上T對不對 所以我們把這個部分套進來 這等於什麼 Q 再讓V 除以T 知道了嗎 壓 這個是什麼 安培 安培對 所以B 乘上安 就是什麼 就是什麼 安培乘上 欸 電流 電壓 乘上 安培 就是 電 電壓 乘上安培數 等於什麼 功率 功率 那是什麼概念 什麼概念 這地方你懂嗎 你等於Q 我其實不太懂 啊 後面 在解釋了 這分間的電衣場 是E伏特的電場 我把 一酷的電移過去 我就得到一驕傲的能量 是不是這樣子 可是我看不懂 我知道Q可能是E伏特 V電壓 V電壓 V V電壓 對 你電場才是E伏特的 你不要講電場 就是講電壓強度 電場是個概念 但這邊的數量 不用E伏特來表現 一伏特的電壓差 電壓差 我讓我的電流 我讓我的電量通過 一庫輪電量通過 一伏特的電壓差的時候 我就可以得到一驕傲的能量 通過一伏特的電壓 從這邊到這邊通過 這重點電位差 如果是E伏特的話 我讓它推過去 我就可以得到一驕傲的能量 得到一驕傲的能量 對 對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意思是說 這邊的 這邊的能量是1伏特 這邊是2伏特 不是 我就推過去 能量不是伏特嗎 不是 他說 假設 他說這邊能量是1伏特 這邊能量是2伏特 然後推過去 不是 能量不是伏特 能量是能量 能量是交流 伏特是指說這兩個之間 中間有個電場的強度的差 你假設這邊是0伏特 對不起0伏特的話 它沒有電場 它就不會動了 一定是這邊有高 有低 它才會流動 它電熱才在這邊流動 所以伏特指的就是 像海拔那樣的概念 對對對 我譬如拿一桶水 從山下拿一桶水到山上 我是用爬的高度 這高度就是電位差 懂嗎 我把手會墊起來 從二樓丟下去 這水到一樓 它吸去的能量 地基屬性就要做了勾 對不對 這中間如果有個電場 我把電荷從那邊移過去 為什麼移過去 因為這邊有個電場 這個電場 對它做了多少勾 就是把它的電量 乘上它們之間的伏特數就可以 你以為這伏特數 被定力出來了嗎 OK 再講一遍 那如果是塔山的話 它就是要使用能量 如果不爬山的話 就有其他能量 你可以這樣講 一個是得到能量 一個是得到能量 一個是正傳馬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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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是得到能量 一個是被給能量 對 所以能量是電量 要有成這樣 電壓 有沒有問題 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沒有 沒有問題 電量是浮特嗎 電量浮特 電量是浮特 電壓是浮特 有沒有問題 沒有 太多段位 對 我現在複習 這是我們上學期講 一學期 我現在第二問 要把他講完 OK 我現在講 你現在覺得 有沒有聽懂 趕快去看課文 趕快去看課文 趕快去問同學 利用時間 好不好 趕快利用時間 因為下禮拜 不是禮拜是我們 要上新的東西 OK Q 身上B 得到 有問題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好 那我把這能量 除上時間的時候 就發生這個事情 我們已經定義過了 電量除上時間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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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安培 電流 是電流 所以電流成這樣浮特 就是動力的 所以很簡單 你家裡面的 一般的電壓 電插口 它是110浮特 你如果拿個吹風機 它供應說 我現在吹風機使用的時候 我的功率是1000 那希望我在使用的時候 這裡面電線的電流 是多少 9點多 就可以這樣算了 懂嗎 會不會算了 就是一些 除上110 就是功率 對不對 這是功率啊 這是浮特 所以就變得到 我的安培數 大概是9點多 對不對 9點9左右 沒有 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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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所以我們下一堂課 再講 這個東西了 因為這東西會先讓我們的 電 電的 電的 電的叫做 熱效 熱效 電的熱效應 9點0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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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今天終身請假 靠身手機 沒有了還沒有 沒有 真的 這個機器 手 對 很厲害